今天讲解1985年由刘关伟知道 由林郑英、钱小豪等主演的奇幻片《僵尸先生》 这一碗九叔的徒弟阿文正在给棺材里的死者烧香祭拜 可有一副棺材似乎并不想被祭拜 直接把香抽出去了 阿文倍感蹊跷 打开棺材还被一个骷髅头咬了一下 再想开棺看怎么回事的时候 阿文的手也被对方拉住 对方一个松手阿文就被弹出一个跟头 再起身一看一个人影就跑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师兄阿豪开的一个玩笑 阿豪想扮演僵尸复活 掌骨一下阿文 可一个意外 房间里存放的僵尸服都被封刮掉了 解封的僵尸瞬间包围住了阿文阿豪 还好九叔和师兄听到动静来救援 九叔和师兄两人一番做法点穴 很快就封印了僵尸们 经历这么一个意外 九叔的师兄也是抱怨 僵尸是你们俩能随便玩的吗 真是瞎搞给我 师兄一弯也不想多待 摇着铃铛带着僵尸们就走了 九叔除了训诫下俩徒弟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能怎么样呢 次九叔接到了一个业务 镇上的任老爷想对死去的父亲开关签葬 任老爷的女儿婷婷也是国外求学归来 九叔也是感慨一眨眼的功夫婷婷就这么大了 阿文就说确实挺大的 第二天九叔带着徒弟就来到了任老爷家父的墓地 任老爷说当年这块墓地风水先生找了很久 九叔一看确实啊 这块墓地走的是蜻蜓点水穴 血肠三丈四只有四尺能用 宽三尺只能用三尺 所以但凡同行懂的话 在这里不可以屏葬 一定要法葬 任老爷就说真有你的 当年确实是法葬呀 所谓的法葬就是竖着葬 这也就是为什么任老爷要开关签葬的原因 当年风水先生说 先人竖着葬 后人一定棒 可这二十多年来任老爷的生意可不是一般的差 挖开墓穴九叔也明白了 任老爷这是被之前的风水先生算计了 估摸着当年的风水先生和任老爷的家父是有仇的 蜻蜓点水还用水泥和棺材封死了 这点的是哪门子的水啊 正常应该是雪花盖顶 吊上来棺材开关一看也是很蹊跷 死者死了二十多年 尸体竟然不腐不烂 九叔就建议蜻蜓点水不能点二次了 必须马上火化掉 可任老爷想着家父害怕火 任老爷死也不答应的 那行吧尸体先拉回九叔的家中 改天九叔再找找合适的墓穴 临走前 九叔安排徒弟烧梅花香阵的时候 阿豪也是惊到了一个女鬼 晚上阿文阿豪开关一看 任老爷的家父身体已经有了僵硬变老的迹象了 九叔一看大事不妙啊 赶紧让徒弟取来积雪作法 让俩徒弟把墨斗全方位弹在了棺材上 也算是暂时封印了棺材 防止尸体变成僵尸冲出来 可就在这两天九叔和任老爷商议心目血悬址的时候 晚上任老爷的父亲还是冲破墨斗的封印 直接复活变成了僵尸 并且当晚找到任老爷 把任老爷咬死了 这样的话一大早任老爷挂了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警察队长带着人勘察现场 任老爷确实死得够惨的 九叔带着徒弟也来了 队长就判断任老爷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九叔一听就觉得很荒唐 难道枪枪打中脖子吗 尸体痕迹一看应该是被人用指甲掐死的 队长一听您这个捣什么乱给我 你指甲这么长我看就是你干的吧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凭借一时的愤怒 队长就让人把九叔关押了起来 临走前当得知家中的任老爷父亲 尸体已经失踪的时候 九叔很清楚 这就是任老爷父亲变成僵尸干的 赶紧叮嘱两个徒弟保护婷婷和营救自己 危难时刻不行的话可以暂停呼吸躲避僵尸 晚上阿豪就潜伏到九叔被关押的地方 营救师傅 阿豪按照师傅的要求带来了符纸 末斗木剑还有煮熟的糯米 九叔也很无奈 您这个糯米我要生的好吗 煮熟了你喂给僵尸吃吗 就是这个缝隙 任老爷直接失变复活了 那九叔赶紧让阿豪去贴符纸封印一下 阿豪和任老爷一番搏斗 也算贴符纸成功 封印了任老爷 可这时队长听到动静带着人就闯进来了 看到任老爷被人动过来 队长又是自作聪明 队长就想着估摸着杀害任老爷的凶手 就在这个房间 于是让手下把门锁死 要亲手逮住这个凶手 还自以为是的把任老爷的符撕了下来 那后者可想而知了 任老爷再次解封 追着队长和阿豪就是想一顿乱咬 打斗中阿豪队长撑得实在太艰难了 队长赶紧把钥匙给阿豪释放九叔救援 可九叔的头被栏杆卡住了 危难时刻 三人暂时停止呼吸躲避任老爷的攻击 实在憋不住了 九叔机智的挠了一下队长的痒痒 吸引任老爷的攻击 这个缝隙阿豪就把师傅释放了出来 那九叔和阿豪一番配合 用磨斗弹的任老爷实在受不了 阿豪再来一个飞身 用桃木剑重击任老爷 九叔再用符纸送你一把火 任老爷就这样被火化掉了 另一边老僵尸也是找到了婷婷 要搞点事情 阿文健壮赶紧带着婷婷跑到二楼 实在顶不住两人就暂停呼吸躲避 阿文和婷婷在衣橱里默契的拿着竹筒 调换着氧气 可这也只能是暂时周旋一下了 阿文虽然意外插住了僵尸的鼻子 缓冲了一会儿 可还是被僵尸挣脱掉了 没有关系 九叔和阿豪也赶来救援了 九叔再适宜用磨斗攻击 由于配合失误 就导致阿文被僵尸抓破了手臂 一次感染了 混乱中阿豪吸引僵尸上楼 九叔再做一个磨斗矩阵 在僵尸下楼的时候和阿豪用这个矩阵 重击了僵尸 门口的警察在连环开枪攻击 就把僵尸打跑了 事后阿文很快就有了变成僵尸的迹象 手臂皮肤伤口僵硬的没感觉 那九叔一看这样下去 吃毒散布全身就完蛋了 就让阿豪赶紧去集市买几十斤糯米 米铺的老板吴玛也是很没品 让儿子给阿豪以次充好 混了大量的粘米 而这个时候阿豪骑车子往回赶的时候 女鬼也已经盯了阿豪很久了 就强行用法术让打羹的师傅飞理自己 女鬼设计了一个圈套 阿豪一看美女被人飞理了 上去就是暴揍了打羹师傅 郑重圈套 女鬼就说我家就住在这里 你进来坐坐吧 进屋后女鬼说 您这么勇猛 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阿豪就开玩笑的说 以身相许嘛 都是这样的 没有料到女鬼真的换好衣服 在床上等着阿豪了 阿豪想想算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 可刚出门 天空下起了大雨 女鬼又说这么大的雨 进来先喝两杯暖暖身子吧 确实是个好主意 阿豪就又进来喝了女鬼的迷幻酒 这下阿豪的身体就迷迷糊糊的不受控制了 直接被女鬼带上床 先接吻 然后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阿豪把糯米带回来 九叔也发现阿豪脖子上的吻痕 再加上一夜没有回来 这小子必定是中了什么鞋了 于是乎晚上九叔就带着法器 跟踪阿豪又来到了女鬼的住处 给阿豪身上布置的符咒 一下就伤到了女鬼 女鬼就赶紧让阿豪抹去符咒 不然今晚没法开心玩耍了 九叔用障眼法 一看女鬼的真身 是够圣人的 看来女鬼生前的经历不简单 难怪他死后还要对男人欲求不满 九叔直接用照妖镜 借助月光给铜钱剑 蓄上了能量 然后就发射铜钱剑要降服女鬼 女鬼躲避后就和九叔开战了 女鬼使用分头术来反击九叔 直接就被九叔冲击在地上锁起来了 打也打不过 女鬼就蛊惑阿豪一起帮忙反击 女鬼的蛊惑让阿豪看到的 都是师父扮成队长在欺负女鬼 阿豪就使出浑身解数 要和师父拼个你死我活 九叔一看 你这小子疯了吧 就这样师父和阿豪打斗中 女鬼就趁机溜了 可师父一想女鬼是不会放过阿豪的呀 还是会继续欲求不满的 那九叔回家后就用红绳绑住阿豪 吸引女鬼现身 女鬼还真的现身了 看来她是真的爱上了阿豪 面对重重的法术机关 女鬼就是要进屋带走阿豪 一番折腾 女鬼还真的有机会 可临走前还是被九叔用八卦衣服套住了 动弹不得 九叔刚要动手触觉女鬼 阿豪就拦住求情了 九叔见状就让阿豪自己做抉择吧 九叔说人和鬼是不能在一起的 女鬼哭泣着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悲深痛心离去 很快九叔也发现阿豪买回来的糯米掺杂了粘米 就让婷婷重新把糯米挑出来为阿文疗毒 这个时候队长又来求救 有个村民被僵尸咬死了 九叔去查看完状况回来后 老僵尸直接杀过来 刚好撞到了一起 看来这里就是最后的决战了 阿豪和师父带着法器到杂物间去追击僵尸 没料到老僵尸也很聪明 直接从天窗爬进了屋内 进屋后老僵尸对着阿文婷婷就是一顿狂扑 婷婷和队长就被逼到了屋内的小房间 没有办法的队长吊起挂着的鸡要请僵尸吃 僵尸就意思吃你个头 也是扑住了队长危难时刻 九叔和阿豪来救援了 阿豪和僵尸来了一个激情的拳打脚踢 九叔在背后来了一个关公斩 可这样都没有伤到僵尸 九叔和阿豪两人在用降服任老爷的那张 默契陶木剑配合 也是被僵尸躲掉 看来僵尸这两天是吸了血力大无穷了 而就在这时九叔的师兄带着僵尸们也回来了 师兄见这个情况 赶紧用铃铛遥控僵尸们向老僵尸发起攻击 虽然效果也不是很大 僵尸们包围后也是被老僵尸挣脱束缚 可众人就抓住这个缝隙就锁住了老僵尸 这个时候婷婷也是奋不顾身的 要把爷爷的毒气吸出来结束这一切 可就是这个操作又是被老僵尸挣脱掉 要向婷婷发起攻击 阿豪和九叔见状继续和僵尸缠斗 师兄也是趁乱释放了僵尸头上的吊顶 套住了僵尸 只见酒液洒落直接点燃了地上的衣服 阿豪九叔再拿木柱重击僵尸 最后阿豪把一坛酒砸向僵尸 这样的话火势瞬间起来 爆燃僵尸的全身 僵尸就这样挣扎着挣扎着 慢慢的被烧死了 可这个时候师兄才反应过来 我靠老僵尸是干掉了 我自己的僵尸们也被烧光了呀 她的眼光 她的眼光 厚似厚似厚似声声发觉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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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宫 她的眼光 她的眼光 厚似厚似厚似声声发觉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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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宫 明月曹光 阴风吹流过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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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宫 明月曹光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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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眼光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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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